平惠蒙住人的眼睛 这话虽然有失偏颇 但是有的时候却得到了印证 比如说下面这个徐州的女孩子 她为了所谓的爱情 竟然跟着男朋友一起干起了偷鸡摸狗的事情 但讽刺的是 案发之后 她的男朋友跑了 她站在了被告席上 只有初中文化且身体不好的赵某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认识了男朋友范某后 范某就给他介绍了点事做 但赵某不知道的是 这所谓的挣钱 竟是帮助贩卖男友和另一男子盛某偷来的电动车 他们选择的作案地点 都是徐州市区内繁华的商场 并且只偷电动车 得手之后 盛某和范某先将电动车放在约定地点 用自己带来的所锁好 然后赵某拿着事先准备好的钥匙 带着买家将电动车卖掉 这个两年多的时间里 他们一直从事的这个盗窃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盗窃活动 应该说他们现在就说被告人 由被告人盛孙华进行盗窃 被告人范之勇 这个同案人盛孙华盗窃 同案人范之勇呢 他是负责忘轰 而赵教授呢 就负责联系这个 肖赃的人员 他们应该说有一个 紧密的分工 虽然检察机关何时起诉的只有七起犯罪事实 涉案价值 一万一千余元 但据赵某在公安机关交代 几年来 他共卖过两百多辆电动车 如今 盛某因盗窃罪已被判刑 而范某则潜逃在外 只有赵某一个人孤身站在被告席